赵又廷跟赵树海父子上礼拜出席同一场活动 不过赵又廷却是提前离开 再度引发外界对于父子适合的猜想 我们来听听看赵又廷今天怎么说 我们连线记者林文婷 这直播赵又廷和Angela Baby呢 为了宣传爱情电影在今天呢接受专访 那现场呢当然也不避免聊到说 赵又廷和大陆女星高圆圆的恋情 是不是引发父亲赵树海的不满 他说呢其实对于爱情呢它是相当保守的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不会去管我都这么大了 28岁还要跟爸妈说 我可不可以去这也不用了吧对不对 我的感情观就是我从小的志向 志愿就是要娶一个好老婆 然后生小孩 这是我的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打算了吗 我一直都有这个打算 所以说我每一段感情其实都谈得很认真 我们可以听到呢赵又廷说 他对于谈恋爱呢一定会很认真 而且交往呢一定要超过两年以上 但是父亲呢是不是赞同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不过电影里面呢 他和赵树海有一幕的对系呢 是被父亲打巴掌 那有被问到说 是不是和现实的父子关系有不应 赵又廷则说呢和爸爸的关系呢 从以前就很好 从来没有被打过也没有大吵过 就请外界不要再有多加的猜想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最新新主播 好谢谢文婷 我们听到呢赵又廷是回应说 他其实是非常上网走入婚姻的 而接下来呢就来看